受肺炎疫情影响很多的艺文表演活动都取消了 不过花莲在地杰出艺文团队婆娑舞企 就以小日子在海边为主题 在七星潭的沙滩上起舞 海天一色的美景加上舞者柔美的律动 还有大提琴的演奏 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欣赏 穿着鲜黄色舞衣的舞者 随着音乐在七星潭岸边开始舞动 周边人群围绕着静静的欣赏着 难得一见的沙滩裤外现代舞表演 这是婆娑舞企今年发响的舞马 以花莲七星潭为主题背景 编排的新舞小日子在海边 婆娑舞企在花莲大概18年了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正式在海边演出过 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希腊 希腊也是都是沿海 我就想说我们在花莲 花莲也都沿海 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海边 来举办一个正式的演出 所以后来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召集我们的旧团员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海边做一场演出 我想要营造一种氛围 就是你在假日的时候 你在海边你可以很悠闲 然后你可以带杯咖啡 然后到海边来坐着 那除了看海之外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若有艺术跟有音乐跟舞蹈的陪伴 它就会有不同可以激荡出跟就是整个山景跟海景有不一样的一个气势跟氛围在 所以就是想说把艺术带到海边 然后让观众可以去感受艺术跟结合自然的美 受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室内的艺文表演活动都取消或延期 婆娑武吉提出了这场表演计划 立刻获得文化局的支持 其实今年因为疫情的一个蔓延 很多在室内的一个表演活动 其实都面临取消 那这样婆娑武吉呢 这一出小日子在海边 他总共演了三场 那第一场是在宜兰外澳 那两场都在齐心坛 分别在昨天跟今天下午四点半 那其实婆娑武吉呢 他针对海边的一个创作理念呢 其实他们当初在送件给文化局 请文化局来支持金贝补助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说这个表演活动呢 其实真的是可以呢 免除疫情的一个影响 为什么因为他在海边 在沙滩这样一个空旷一个地区 其实呢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距离 都可以保持基本的一个社交距离 那而且呢 藉由舞者跟海滩 海天景色的一个结合 舞姿跟海天景色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会觉得说 这真的是可以来适合一个 户外表演的一个场所 蓝天白云蓝色大海 搭配翠绿的中央山脉 鲜黄色舞衣的舞者在沙滩上漫舞 周边观众都看得很开心 很漂亮 而且觉得整个音乐 然后舞蹈的 就是跟海的融合非常的美 对 很喜欢 就是很自然 然后就是一直跟婆娑 都就是一直是他们的风格 因为我以前是他们学生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次特别来看他们表演 就是我觉得这一直是他们创作的风格 然后就是跟大自然能够结合 我觉得这是很少数舞团他们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跟大自然的结合 而且色系的搭配 我觉得看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在这种假日享受到这样的舞蹈 我觉得心灵非常的开放 舞者从岸上的草地 慢慢舞蹈到沙滩区 还有大庭行手现场演奏配乐 以及歌手现唱 周边的观众也慢慢跟随舞者来移动 整个舞蹈表演充满了创新和意境 也让观想者有全然不同的艺术体验 借旅会宣伤报导